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9月12日第二條片 今天這條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在昨天9月11日 港大宣布對兩名港大生處分 加上永久禁止他們在港大宿舍出現 事緣是因為這兩名港大生喝醉後 去校園欺凌騷擾內地離香港讀書的同胞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而且這些行為我認為必須要聖討他們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要討論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局長 近日鄧炳強局長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期間爆料 有六成至七成入獄的黑暴年青人深感悔意 亦表示受到當時社會氣氛的影響 被人利用了 錯誤地說 很開心我們在這裏聽到有些年青人覺得有後悔 稍後我會討論一下這件事 但與此同時 我們竟然有偉大的立法會議員 我在這裏就不開名了 竟然覺得若干年後 如果他們沒有再犯事的話 應該要撤銷他們在黑暴時期坐牢的記錄 這個我就抱有這個質疑 我亦會一會和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這影片 讓大家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右下角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是香港大學 昨天香港大學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有兩名港大生被學校處分 加上永久禁止他們進入宿舍 為何會這樣呢 事源說到在10日晚上 大家知道這幾天是中秋節 很多人會出去玩或喝酒等等 而在這個場假中 竟然有兩名港大生喝醉後騷擾其他人 根據香港大學學生會學院即時新聞的Facebook page指出 他們有一段錄音 而根據現場的錄音指 當時有在宿舍內的人不停敲打兩名非本地學生的宿舍的訪門 然後以普通話就笑稱 我們出來玩啊 香港歡迎你啊 然後其中一名非本地生是多次哀求門外面喝醉的人 就是叫他快走 叫他快點走 但是未有理會 根據今次事件 據知道是港大利明澤堂宿舍的一個宿舍 而這個宿舍會的代表表示 接獲投訴後已經聯同社堂的導師和相關同學作出溝通 亦都向攝氏的宿舍重申關於深夜的噪音和騷擾持寧容忍的態度 據知道這兩名喝醉的學生已經和內地生那邊道歉了 而攝氏的人已經被校方處分 其中兩個人被永久禁止住宿 一名寫身被禁止住宿一個學期 而校方同時亦對他們作出警告 香港大學內地本科新聯合會發表聲明 指事件屬於校園霸凌行為 侵犯了學生的權益 學院曾經就這件事向兩名非本地新查詢 引述他們表示不想作出回應 只是對校方的處理手法感覺到滿意 這件事本來是一件小事 但我想說這兩名喝醉酒去搞事的學生 其實他們的手法衍生出我想討論的問題 就是大家對於內地同胞的看法 甚至香港年青人對於內地人的想法 在這次事件中 首先第一點 我們無疑是看到他是一個校園欺凌 很明顯這兩名本地新是去調戲一些內地學生 而且是用笑言地用普通話 我們出來玩 香港歡迎你 用這些字眼其實很明顯他不是真的想叫他出來玩 不是香港歡迎他 其實他很明顯知道別人是內地新 然後他喝醉後也會這樣鬧事 其實表示他在內心本身對內地新有一種歧視 亦是他本身認為自己高人一等 甚至是在野餘調戲內地學生 這種態度是極不可取的 亦都反映了現在還有很多香港人 他們是比較和內地的關係 以及他們是不喜歡內地人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次事件牽涉到這幾名學生 他們無論從言語也好 他們從他們的動作也好 甚至喝醉酒發自內心的感覺 他們就要去調戲這群人 其實他們是木無法紀可以這樣說 喝醉酒之後隨意去鬧事 喝醉了之後就肆意妄為 這樣還適合在港大裏面繼續讀書嗎 這樣還高才生嗎 這樣還適合在未來畢業後出來 香港社會成為高級的管理層嗎 在港大讀書畢業出來的學生 尖指尼的厲害 我都讀不到港大 很多人都讀不到港大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為何不要很珍惜 而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年青人對於內地同胞的一個惡意 特意用普通話去調戲他們 人家苦苦哀求叫你走 你都不肯走 你都要騷擾他 這令到人產生了恐懼 我十分討厭這些行為 我亦都是見到這些行為 我會覺得很羞恥 香港人來的 那些年青人經常覺得 我們香港人高人一等 我們香港人和內地人不相比 經常說人家是蝗蟲 我看不出你這兩名的港大身有多高的質素 如果你問我 可以說是素質教育的漏網之餘 在這裏懇請各位 即是年青人 不要做這些傻事 首先第一 你會被學校處分 第二 你會上新聞 第三 這些行為對你以後的上班 或待人處事 是不會有幫助的 好嗎 即是管好自己的行為 你不要經常做些嚴人歡喜的事 你想別人好好的對你 第一個前提 你必須要對別人好 別人是內地人有什麼所謂 別人是哪裡來有什麼所謂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可以覺得別人不聰明 你可以覺得你聰明過人 但你用實際證明給別人看 不是用這些方式 這樣兒戲的大學生嗎 好了 這件事輕輕說完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比較長篇一點 就是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局長 在昨天接受這個電視節目訪問 期間說了很多話 我也想和大家說 當中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關於有六七成 因為黑暴事件入獄的年輕人 感覺到後悔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有立法會議員 提議若干年後撤銷案底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就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局長指 就說 國安罪行的防範、制止和懲治三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不可以編費 尤其是國際地緣政治局勢隨時變化 警方亦不時會破壞一些武器倉庫、仿製槍等等 國安的風險仍然不容忽略 而就著反修例事件被捕的年輕人 檢控了三千人 當中二千人已經是案件審結 當中有八成是入罪的 有七百人因為暴動罪在懲教所服刑 而被問及到有沒有評估這群人的重犯率 即是出來後會否再犯 鄧炳強局長認為言之過早 重犯率一般是指出獄後兩年的情況 不過他說 根據我們的同事接觸 有六七成入獄的年輕人是後悔的 都是受到當時的社會氣氛影響 又或者覺得自己是為了社會好 但被人利用了是錯誤的 如果他們都感覺到後悔的話 相信都不會重犯 這個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原來有六七成的年輕人 他們真的需要去坐牢才知道原來自己做錯了 他們坐牢這件事是可以教育到我們的年輕人 雖然這件事聽起來很心痛 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如果他們的思想和思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今早的影片 就像那個言語治療師總公會的五個被告 其實坐牢可能是對他們的人生有更好的幫助 年輕人犯錯總有的 但是必須要基於法律的基礎下 如果你犯錯還可以原諒 但你違反了法律 就必須要接受到你自己的懲罰 亦都是你作為一個成年人需要負的責任 而很開心的見到六七成的年輕人 原來他們坐牢後會醒覺 會發現自己當時是錯的 不要緊 社會到時會給你一個機會 我相信未來的僱主看到原來有案底 他們都會重新審視一下 或者對他們的升職會有影響 但這件事對於警惕世人來說更加重要 六七成的人坐牢後覺得自己當時很蠢 覺得自己當時不應該這樣做 對於未來的小朋友或現在的年輕人 沒有坐牢那班 或者當時沒有參與這些事件那班 或者未來現在可能是初中 現在可能是讀小學那班 其實是很大的警示 告訴他們千萬千萬不要像那班哥哥姐姐這樣 為了所謂的正義 民主這些 去做這些傻事 首先有幾點要想 第一就是正義和這些所謂的自由 向來都是西方國家灌名下去 而這些所謂灌名下去是基於美國這個邪惡的國家 去包裝成為一個很美好的東西 輸出其他國家 讓其他國家去搞暴動 搞亂政治局勢 而去擁有的一塊東西 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也有很多限制 而對於我們未來的年輕人來說 千萬不要學這班哥哥姐姐這樣 去走過去干犯暴動罪 為了所謂的民主自由而去坐牢 不值得的 為了自己個人的前途著想才是最好 我經常都說 年輕人你要去改變這個社會 麻煩你不是去參與暴動 你喜歡的你去參與選舉 你可以加入這個體制 用正當的方法去改變 而不是說用暴力去改變 我們很多人反對的 不是說反對你們這些年輕人 要有一夥追求民主的心 我們反對的 是你們用暴力去追求你們想要的東西 去阻礙其他人 去破壞其他人的自由 去換取你自己的自由 這件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對於鄧炳強局長說 原來有六七成的年輕人 我後悔 這件事我是開心 起碼我看到那群人是醒覺 而且可以警惕世人 而另外我們竟然針對著 有六七成的年輕人說 他們是後悔 而有立法會議員 竟然提出一些 我知道誰 但我不開名 比較無契的說法 對於這群年輕人 拘捕了這麼多人 很影響我們下一代 很影響未來青年向上流的問題 不如這樣 設定新規矩 過若干年後 沒有犯事 不如撤銷黑暴的紀錄 鄧炳強局長表示 對這件事是有保留的 犯案是比較嚴重的話 我想我們也要有相關紀錄 因為整體上也要維持整體的社會運作 和可能要整體社會的討論 亦指出 對於較輕微的罪行是有類似的安排 我舉個例子 我認識有人干犯了一些海關的罪行 包括售賣無牌貨 那位老闆被罰款後 大概3年或5年 我忘了 他會燒了錄錄 當然警方內部的電腦 應該還能查到錄錄 但公眾要查 或用梁文正 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但對於黑暴的案件 我非常不認同 因為黑暴這件事 影響我們的社會很深遠 加上那群年輕人 或是被控暴動罪、襲警等等 這些嚴重罪行 不僅是要站在年輕人的教育 或是怎樣幫助他們從頭社會 而是對於整體社會上 怎樣去教育市民手法 怎樣去做好一個警惕 以及去防止這些事再發生 做殺雞警喉的作用 更為重要 我們整體的社會需要運作 就像我們局長所說 我們都沽了整個社會 這個社會要走的 如果每一個年輕人都可以 不負責任地去參與暴動 扔汽油彈、磚頭、襲警 原來坐10年牢 坐完10年之後再過5年 沒有記錄 之後便會繼續做 甚至這變成他們的福利 這可能是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但對於我們的社會 誰原諒我們社會 誰去補償我們當日 因為這班人的破壞 因為這班人的暴力行為 而為我們去埋單 老實說 由於這件事件 可能牽涉到年輕人的數量比較多 幾千人 一萬人被拘捕 但是我們香港還有七百多萬人 我們整體的社會決定 一定不能凌駕七百多萬人 沒有理由為了那一萬人 或幾千人去凌駕整個社會 這個立法會議員 我就不在此開名了 估計愛國者治港 提出的都不會是哪些大家不喜歡的人 但是我認為 這些情況真的有所保留 我自己非常不贊成這個做法 如果是可以撤銷他們的紀錄 我認為留下紀錄反而對社會來說更加好 每一個人要為自己所做過的負責任 沒錯 社會是有責任去幫助一些改過自身的人 去重投社會 但是你是一個改過自身的人 還是本身沒有犯過錯的人 這裏很重要 公平性也很重要 要不然怎樣教育一些守法的人 要不然怎樣告訴守法的人 法律是保障他們的 為何我們要守法 如果我參與暴動也可以 或者我參與這麼嚴重的罪行 判十年二十年監獄 我都可以放出來之後 沒有記錄的 那對守法的人是公平嗎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今集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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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